Hello 大家好 我是斯坦福IT学校的David老师 非常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的数据讲座 那今天呢 主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么数据科学职场发展的这个趋势 那么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呢 因为总是有一些这个朋友啊 特别是最近啊 那么经常向我们咨询 那么以他个人的教育背景 是否能够从事跟数据相关的工作 那么当然特别是前一阶段 那么我们也知道很多大厂裁员 包括最近的像这种什么AI啊 特别是这个Chad GPT的出现 那么很多朋友也在担心 是否这个数据方面的这个工作 比较稳定 换句话说 是否还能够还比较容易的 找到数据方面的工作 所以呢 今天我会从这个我们 这个实际工作当中的 这个数据工作的这个要求也好 他的这个job title也好 跟大家来聊一聊 那我们主要分下面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我们首先呢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跟数据相关的工作的类别 大家注意我这里提到的是 跟数据相关 不是跟IP相关 那么如果跟IP相关的话 这个面就比较广阔 那我们具体会focus在这个 跟数据相关 因为我们知道啊 这个数据相关的工作啊 对很多人来讲啊 是一个怎么讲 比较容易入门啊 而且这个职业的前景啊 也是比较好的 这么样的一个这个职业啊 这么样的一个行业 那另外呢 有一些同学也经常会提到啊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数据分析啊 或者是数据分析师 那么有的同学呢 也这个提到啊 现在也讲一些什么数据科学 那到底数据分析和数据科学啊 是种什么样的关系啊 我们也来简单的啊 给大家这个来看一下 那当然所有的跟数据相关的工作啊 肯定是要离不开我们的这个数据环境 或者是数据架构啊 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展现啊 在一个这个团队当中 或者是在一个企业啊 这个当中 它的这个企业级的数据环境 和的架构是什么样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环境和架构啊 大家就会很清楚的了解 那么你要做数据相关的工作的话 那可能你要了解哪些的数据技能 了解哪些方面的这个知识啊 这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 另外呢 大家最关心的啊 那就是说这个数据分析啊 或者数据科学好不好找工作啊 那么我们反过来讲啊 那么也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啊 每一个团队 每一个企业数据分析和数据科学啊 都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看它重要在哪儿啊 那么当然啊 很多同学也非常关切啊 就是说数据分析啊 和数据科学到底有哪些的这个 我们说Drop Title啊 那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个这个团队啊 每个公司它都有自己的HR 那么它在设计这个Drop Title的时候啊 其实很多的跟数据相关的工作啊 可能要求啊都是同样的技能啊 做了都是同样的事儿 但是呢和Drop Title啊 可以是千差万别的啊 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一下啊 那么当然啊 我们还是这个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就是说这个数据分析或者数据科学 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职业前景啊 特别是对于我们刚刚啊 从大学毕业的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工作经验啊 过去从事其他的行业 那么想转行做数据方面工作的啊 是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啊 那么当然我们最后啊 来谈一谈现在比较火爆的啊 这个AI啊 Chair GPT啊 到底啊 对我们数据方面的工作啊 有没有影响啊 或者是说啊 有的同学也比较担心啊 能不能够替代啊 所以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啊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简短的一个这个介绍啊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今天呢 刚才我提到我们不讲这个理论啊 我们也不讲这个概念啊 我们就从实际工作当中啊 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数据相关的这个工作啊 那么无论是从Andre斯为好 包括Engineer好 到The Scientist为好啊 那么我对这个行业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分类啊 以及每一种这个分类 他做哪些事情啊 还是这个比较清楚啊 从数据分析师 数据工程师 这个数据科学家啊 那么我们同学们可能最经常听到的啊 就是数据分析师啊 那么现在这个包括这个 因为之所以大家经常听到数据分析师 就是因为啊有大量的数据分析师的职位啊 特别是从入门啊 甚至一直到高级啊 那么数据分析师呢 都是有很多的需求 那么数据分析师 还有这个The Engineer 还有这个The Scientist 有哪些区别啊 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 数据分析师啊 他实际上呢就是要分析数据啊 并且使用数据来帮助公司啊 来做这个决策啊 那么实际上啊我们讲这个职位之所以很多 因为在公司当中啊 每一个业务团队 他无论是做什么样的决定啊 比方说有一些这个报表也好啊 或者要采取一些行动也好啊 要对一些员工进行这个coach也好啊 他都是要来自于对数据的分析啊 对数据的这个采集和整理啊 所以呢数据分析师主要是 包括在这样的一份工作啊 那么数据工程师啊 数据工程师呢可以看到 实际上呢 他就是这个往往主要是准备数据啊 那么也就是说除了刚才我们说要分析数据啊 分析数据一会我们看那个数据的架构 大家就可以看到 那么数据啊 从这个这个上游一直到下游啊 他经过不同的阶段 那实际上数据工程师他主要做的工作啊 他主要就是这个准备数据啊 然后开发呀建设呀测试啊 还有这个维护啊 整个的这种这个数据的这个架构 那实际上在这个实际的工作当中啊 我可以这个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 那么数据分析师和数据工程师在有些团队啊 大家注意啊 我说是有些团队啊 并不是所有啊 那么实际上他们这两个有很大的一个这个overline啊 也就是说很多的团队 他虽然啊 这个drop title啊 叫这个data analyst啊或者叫data developer啊 那么实际上他做很多这个数据工程师的工作啊 你像我现在这个团队啊 我们虽然是业务部门啊 但是呢我们这个drop title啊 实际上都叫这个比方说developer啊 当然他分几级啊 一直到最高的senior data developer 但是呢他做很多的数据分析师和这个这个data这个数据工程师啊 data engineer的这个工作啊 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交叉 那么从技术角度来讲 他有很多的技术啊 比方说包括像这个database啊 这个database啊 比较复杂的这个数据啊 那么他们实际上啊 是在对于公司整个这个业务啊 这个这个团队里头 他的数据的整个的一个架构啊 包括有的时候要做一些相关的啊 这种啊 这个分析啊 大的数据题之间的一些correlation啊 这种相关性啊 所以有的时候数据科学家 他是需要我们有一些算法的知识啊 啊有一些对大数据的这个知识啊 啊有的时候需要做一些modeling啊 啊等等 那么数据分析师实际上最重要的啊 他是你对业务啊 首先要比较熟啊 另外你对技术啊 也要达到一定的这个要求啊 这是从啊理论上啊 我刚才提到啊 理论上大概啊 在公司的一个团队当中啊 我们说这是业务部门啊 那么如果跟IT相关的 还有一些比方说像这个 Direct House的一些这个构建啊 包括ETL的这个build啊 啊包括这个整个数据库的maintain啊 啊等等啊 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程序的开发啊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一页 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 主要是介绍跟数据相关的工作啊 那么在团队当中 主要有这么三大类 当然一会儿我们会看到 跟这三大类啊 数据相关的工作 他的drop title啊 可以是有很多很大的这个不同的啊 那么这是啊 给大家简单介绍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数据啊 方面工作的这个分类啊 然后呢 我们就是回答第二个问题啊 也就是说很多听同学非常熟悉啊 数据分析啊 数据分析师啊 那么到底这个数据分析和数据科学啊 这个有哪样的一些这个这个关系啊 是有哪些相同啊 还有哪些不同啊 当然在这个方面啊 大家可以上网去收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文章啊 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这个讨论 对不对 那我还是那句话 回到我们具体的在这个工作当中啊 在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 那么如果我们要来讲这个数据分析啊 和数据科学 那么他们的不同的话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数据科学 它往往是关注大的数据之间的一些有意义的 我们说关系啊 就这种correlation 所以呢 他可能要做一些啊 这个根据这个business啊 他可能要做一些modeling啊 要做一些分析啊 要做一些我们说更深层次的啊 一些对数据的这个解读啊 那么数据分析啊 他就是在工作当中用的最多了啊 那么数据分析 他实际上是具体的啊 要解决一些啊 跟数据相关方面这个工作啊 比方说我们说 你可能要这个提取一些数据啊 你可能要整合一些数据啊 那么你可能要做一些数据的 这个可视化啊 做一些报表啊 那么当然通过这些工作 也是最终啊 来帮助你这个团队啊 达到一个这个 提供给他们啊 做一个这个决策啊 来使用的啊 那么如果说他俩的关系的话呢 实际上数据分析 它是数据科学的一个这个分支啊 一个这个brange啊 所以它是更focus在一些具体的 刚才我提到的那些那些工作 而数据科学啊 往往是更高来我层面的一些这个工作啊 那么其实也不尽然啊 其实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那么像我这个上一个公司啊 我们在这个改组的时候啊 我们原来呢 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职位啊 叫这个business consultant 那么改组之后 就整个这个公司重新架构以后啊 原来有一些senior的这个business consultant 他们直接的job title 就变成了data scientist 所以呢 我告诉大家的目的就是说 数据科学也好 数据科学家也好 也没有特别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神秘啊 或者是多么的这个一个这个难度啊 那么当然 这个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我们这个business consultant 转换到这个data scientist之后 但是他们都会用一些 比方说SQL啊 对data base的一些这个知识啊 包括一些像这个tabular Power BI这些东西啊 对不对 也就是这些啊 那么当然我刚才提到 那么从理论上来讲啊 实际上对数据科学家的这个要求啊 也是要高一些的啊 那你的这个技术层面啊 也是要高一些的啊 那么很显然啊 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一页呢 也就是说告诉大家 你要想从事啊 跟数据相关的工作的话 像这是一个啊 整个的一个你的职业的一个发展啊 你可以从数据分析师啊 这个做起啊 然后当然我刚才提到 在很多团队啊 数据分析师啊 也会做很多的这个数据工程师的一些工作啊 比方说你built etl process啊 你可能要整合一些数据啊 等等啊 那么当然啊 你可以往这个数据啊 科学家的这个方向啊 来走啊 当然每一个啊 这个职位啊 刚才那个图 每个职位 那么你的这个薪水啊 这个也不同啊 你的代理也不同啊 好的 那么这一个页呢 就是这个啊 当然有些同学可能听过我课的话啊 那么就是最经典的啊 我们数据科学这一块啊 这个一个经典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架构啊 那么说的是经典啊 因为不管在任何的这个团队啊 你只要跟数据打交道啊 你就是离不开啊 这样的一张图啊 离不开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架构啊 那么当然这个架构啊 可以说是这个这个涵盖了我们当今啊 或者当前啊 所有的啊 这个数据的主要的这个啊 类型啊 和这个数据的这个技术啊 在这张图当中啊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 这个重点不是要给大家解 这个非常解释详细啊 这张图 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啊 那么也就是说 所有的跟数据相关的工作 你都是工作在一个数据的环境当中 那么对于一个企业啊 他的数据的架构 也就是说他有他的上游 那也就是说你数据产生的地方在哪 就是数据的上游 对吧 那么中间啊 他可能通过这个IT部门啊 他要把这个数据啊 进行整合 然后ETL把他露得到啊各种我们公司啊各个团队需要的环境当中啊 所以我们如果从啊这张图的这个左边来看的话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左边到右边啊 实际上呢是从数据的上游往下游啊 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我们把它叫 external data啊 叫外部的一些这个数据 那么经由啊我们的ETL的这个这个Process 或者我们把它叫 data pipeline啊 我们把它根据需求啊 我们把它整合到啊不同的layer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叫integration layer啊 就是整合的这一个层面啊 那么有些团队呢也叫staging啊 有的也叫ODS 那么从整合这个阶段再加入一些啊 business一些logic啊 以及根据每一个业务团队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需求啊 那么他就整合到企业级的这个data warehouse啊 那么当然data warehouse啊 你这个公司可能用的是oracle啊 也可能是taradata啊 也可能是sickle server 还可能是IDMDB2啊等等 那么到了数据仓库这一块啊 它实际上是centralize 就是把你公司的各个部门的数据 都集中到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啊 那么当然我们公司都有很多不同的业务部门 对不对 那每一个部门它使用的数据 实际上只是这个data warehouse的一个子集啊 那么比方说我们是啊这个marketing部门 那我们只用到marketing数据啊 有可能我们会用到这个HR方面的这个数据 对吧 那你是sales部门啊 你可能就用到sales部门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啊你这个业务部门如果有能力啊 有能力是这两方面 一方面是有这方面的这个这个技术人员啊 那实际上一会我们提到就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师啊 和这个data engineer还有data scientist 如果你有这样的架构的话啊 另外你还得有这个budget啊 你还得有钱啊 因为你要build自己的一个啊 data mart的话 比方说你坐落在sicle server啊 或者是oracle上 那你要买这个physical的设备啊 然后你还得要这一些这个软件的这些license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把数据啊从data house这个抓取出来啊 我们把它放到不同的data mart data mart啊 这样的话呢 那么到data mart以后 这个数据实际上就经过了几层的整合 对吧 那么实际上到data mart的这一层 我们已经加入了很多的business logic啊 就是业务方面的这个逻辑啊 所以这个点是很重要的 那么只有加入了业务方面的逻辑 这个数据才能最终啊 符合我们这个团队来使用啊 然后呢 当然你的数据到这个data mart之后啊 那你更前端的啊 可能你有一些business analyst的啊 你有一些performance analyst的啊 或者是你的data analyst的啊 或者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data scientist 他可以基于这些数据啊 可以做一些数据的挖掘也好啊 或者build一些cube也好啊 build一些reporting也好啊 当然可以使用各种这样的工具 我们这块罗列了像什么power BI啊 什么甚至是有些团队 根据你的这个情况啊 Excel啊 SaaS啊 Tablo啊 还有一些这个现成的一些BI的一些这个工具啊 比方说IBM的Cogno啊 Domo啊等等 还有像这个微软的啊 我们说那三件课啊 SSRS啊 AS啊 等等等等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从左到右 那么你这个公司的数据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流动啊 从上游一直到下游啊 那么可能有些同学注意到了啊 那老师这底下啊 你看我们刚才提到的啊 刚才讲到的 都是属于传统的关系型的数据库啊 所以大家如果了解的话 像Oracle啊 Teradata啊 Safe Server这些都是啊 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啊 Revisional Database 那么好多年前 那么我们都知道数据越来越大啊 数据越来越大 所以有一些啊 这个公司的话呢 就开始这个把数据啊 迁移到啊 或者是有一部分数据就迁移到另外的一个数据的这个platform啊 平台啊 大家就比较熟悉 大家经常在前些年经常听到 就是这个Date Lake啊 大数据啊 那么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像Hadoop啊 这样的一些啊 platform 那么现在啊 又这个发展了啊 所以从这个这两三年开始啊 啊 那么有一些团队的一部分数据啊 或者可能他最终的目标啊 都是要迁移到 我们说Migrate 这个Migrate啊 迁移到云端啊 那么当然我这里头啊 这个云端具体的例子 我是用的这个Google啊 这个GCP啊 那么当然云 还有微软的这个Azure啊 还有YamaChin的AWS啊 等等啊 那么你看 时代一直一直在这个变化 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啊 但是呢 这个 关系型啊 这种数据库的这个架构啊 和这种技能啊 这个目前来看啊 甚至在未来很多年内 仍然啊 会是我们作为数据方面工作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技能啊 那么为什么这么讲 我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 最近呢 昨天好像我们就收到了 这个公司的这个一封这个通知啊 就是我们的Data Lake啊 就要这个Discommission啊 那么曾经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Data Lake啊 发挥了很大的这个作用啊 因为啊 随着这个数据的增加 关系型数据库 它只能存储二维的数据 对吧 我们把这个数据整合成这个行和列 对不对 那当然有很多的这个非这个二维的数据啊 我们说二维的数据我们也可以把叫这个Structure啊 结构化的数据 那么也有很多的这个Unstructure的这个数据 对不对 比方说我们说一段声音也好 一段视频也好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就用这个Data Lake啊 Hadoo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啊 就往这个Data Lake里头放 对不对 那现在啊 又要往云端来走了 因为Data Lake啊 这个这个大数据Hadoo 它也是啊要求公司要买这个Physical Server 它只不过是这种Server 就非常分布的这个Cluster 分布的非常多啊 这个集成式的啊 那么数据啊 这种备份啊 或者这种之间的转换呢 对不对 它是文件的这个存储的这个方式 那现在啊 再往这个下面发展的话 就是云端 那所谓的云端 就公司完全可以实现啊 这个实现啊 Serverless 就你不用再有这种什么Data Center 这种Physical Server啊 对不对 你只要购买啊 这个比方说 像我们用的是这个GCP 对吧 你有很多的东西啊 就可以往上面这个迁移啊 包括最近 我们的团队啊 有这个Table Table Server 现在也把它迁移到这个GCP上啊 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啊 但是呢 我刚才强调的 实际上 关系型数据库啊 这一些概念啊 包括一些什么 什么这些这个 比方说Database的这个 Normalization啊 这些OLive OLTP啊 包括这个Primary Key Foreign Key啊 这些东西啊 仍然在我们的这个云端啊 来使用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那现在我们用这个GCP啊 我们GCP里有很 当然有很多的这个Component 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我们说部件 或者很多构成 其中大家可能有同学 可能听过这个GCP啊 就是有一个叫Big Query 实际上 在这个Google的这个GCP 这个Big Query 它就相当于啊 我们的这个 传统的这个Darehouse啊 所以在这个 这个Big Query当中 它仍然 我们可以使用 SQL啊 来提取数据 什么这个Join啊 什么这个 这个Live Join 包括这个CTE啊 包括这个Stop Procedure啊 这些东西你在云端 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呢 这个因为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这个还有很多啊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 等这个什么时候下一次 或哪一次 我们专门来更深层次的啊 来谈这个数据这个架构 让大家也了解 哦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架构 我需要掌握哪些知识啊 才能够找到这个数据方面的这个工作啊 好的 那所有的这个数据架构啊 大家看 我们啊 做跟数据相关的这个工作的话 主要是集中在啊 这个我红线啊 框框出来的这个数据的这个环境 那么大家也就很明显 那么从数据的走向来讲 我们跟数据啊 相关的工作 主要是工作在数据的中下游啊 那么中上游啊 患者是上游和中游 就像Deadwarehouse 这一块 实际上就是企业的IT部门来做啊 所以呢 他们就是跟IT相关的工作 那我们跟数据相关的工作啊 在我的这个介绍当中啊 在我这个客人当中 我经常告诉我们的这个同学啊 实际上啊 我们做数据关系这个相关的工作的话呢 我们是在业务部门啊 但是我们干着很多技术方面的活啊 所谓技术方面的活我们就跟数据打交道啊 但是同时呢 我们要对数据啊 这个业务啊 还要有一定的这个了解 那这也就是后面我们会提到 为什么数据分析师也好啊 数据科学家也好 那么你在公司当中干的时间越长啊 你的价值就越高啊 因为你不仅仅是这个技术啊 那么你还很了解啊 你这个业务 而且很多业务是不适合外包的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跟ID相关的工作啊 现在反倒这个这个形式啊 没有这个跟数据啊 相关的工作这么这么乐观啊 因为很多跟ID方面的这个工作 比如像DBA啊 这些开发呀 可能就外包了啊 那么跟数据相关的工作啊 还仍然啊 留在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内部啊 所以大家通过这个图啊 就可以了解了啊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啊 简单的谈一谈啊 这个为什么数据分析啊 或者数据科学这么重要啊 你看啊 我举了几个简短的这个例子啊 这些这个这些这些点啊 都是在我的工作当中啊 在我过去啊 跟数据分析也好 数据科学这个领域也好啊 工作的时候啊 这个经常会这个看到的啊 那么也是我们 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目标啊 那么数据分析 数据科学啊 它主要是可以啊 获得啊 这个我们说消费者行为的这些 这个insights啊 那么你获得这个啊 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消费行为啊 那对你当然有好处了 对不对 因为你分析通过分析它 那你可以这个来决定啊 公司决定 比方说会出什么样的产品啊 会定什么样的价格啊 然后呢 这个哪些需要哪些的这个服务啊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啊 另外最主要的啊 那么在数据团队啊 在业务部门啊 做数据工作 最主要的实际上就是要把数据 转换成可以行动的这些信息 所谓的行动的信息啊 我们说的简单一点 像就是各种各样的报表啊 有一些什么scorecard啊 有一些deskboard啊 等等啊 来供这个你的这个决策者 包括你的这个stakeholder 还有你的需求者啊 来使用啊 那么另外呢 通过这些分析啊 通过这些什么kpi啊 一些metric啊 那么你的决策者啊 比方说你的director 你的manager 你的VP啊 就会非常有效的啊 做一些决策啊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分析啊 甚至数据科学里头的一些啊 BI的知识啊 或者是一些现在有一些AI的知识 我们可以获得一些这个销售和市场方面的 我们说integgness啊 就是比方说我们可以预测一些这个trend啊 或者是分析一些这个趋势啊 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要做的一些这个东西啊 那么当然也增加企业的这种啊 我们说生产能力啊 提高它的这个可视化啊 所以等等等等等等啊 这个这个呢 这一页啊 实际上也也说不完啊 那么总结一句话 所有跟数据方面的这个工作啊 数据分析也好 数据科学也好 它实际上是影响我们公司的方方面面啊 包括我们公司的啊 这个我们说利润也好啊 投资也好啊 这个市场份额也好啊 包括客户管理也好啊 对不对 方方面面啊 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啊 那么这一页是从啊 这个它的这个本身啊 就从数据啊 啊分析或者数据科学本身而言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啊 对于企业来讲 为什么它重要呢 实际上它是企业内部的一个功能结构啊 这又回答了刚才我提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做数据方面的工作啊 这个位置啊这个职位是比较这个安全的啊 因为我们啊 刚才这个我们杨老师也这个前面也讲了很多的这个视频啊 这个介绍啊 比方说大厂裁员啊 实际上我们看大厂裁员啊 很多可能都是开发部门的啊 比方说做一些AI的也好啊 或者是做一些啊这个软件设计开发这些层面的啊 那么你很很少会听到啊 在一个团队当中啊 在一个在一个业务部门做数据分析师的啊 啊这个或者the scientist 啊会被lay off啊 几乎啊啊 这几年啊 当然也是这个疫情 在我们公司啊 在至少在我的相关的这个工作团队当中没有啊 没有一个被裁掉的 但是我们确实会根据公司大的这个目标 我们会进行重组啊 就是这个re-all 所以数据分析师啊 数据科学家这样的职位啊 在这个别说裁了啊 其实很多团队啊还在这个有这个需求啊 还在这个招这样的一些这个职位啊 那么他呢实际上你要想做好这个数据分析师啊 或者数据科学方面的工作啊 他实际上是需要很多的这个方法啊 包括这个分析啊 包括剖析这个数据啊 包括这个展示这个数据啊 当然是给你的用户啊 给你的stakeholder啊 以一种非常容易理解的这样的方式啊 我们说容易理解啊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啊 一个就是说他需要什么样的数据 那你通过你的啊 这个分析啊 你通过你的数据环境 你给他抓取过来啊 你可以给他创建一个view啊 或者是我们说现在可以把它放到这个GCP上啊 那么他有权限以后啊 这些你的这个这个end user 他可以自己就去分析了啊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你直接给他 根据他的需求做一些可视化啊 比方说用tablo啊做一些报表 用power bi做一些报表啊 也可以用这个啊 我们说这个google的这个啊 叫叫什么来的 这个looker啊 这个GCP这个这个looker啊 可以做一些这个报表啊 我看到我们有同学啊 已经这个提问了啊 非常好我们稍等一下啊 等我讲完了以后呢 我们我们统一的啊给大家这个回答 嗯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跟数据啊 这个这个相关的这个这个职业啊 你看看 这个这个我一定要这个这个告诉大家啊 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啊 如果你学了一些数据分析啊 方面的这个技术技能的话 你找工作的时候啊 啊千万啊不要只focus在那个drop title 是data analyst啊 其实我这一页列的啊 啊这个像data analyst data developer啊 data engineer data architect啊 还有这个report developer啊 report analyst啊 tablet developer啊 等等等等啊 包括啊performance analyst啊 一直到最后的这个data scientist啊 甚至啊大家也会也看到了 啊还有business analyst啊 实际上呢在过去啊business analyst 大家都知道BA啊和DA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那么BA它实际上是啊 作为这个data analyst的或者是developer 和业务部门之间的一个bridge啊 一个桥梁啊通过它来中间进行沟通啊 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很多的这个BA 它也要求你会对数据啊比方说进行一些提取啊 一些一些整合啊 所以我们有很多学员啊 虽然最开始的出发点啊 是奔着这个数据分析啊 数据科学这方面来的 那实际上最后找个工作的话呢 有我们有一些同学做了BA啊 或者做了BSA啊 就是这个business system analyst 或者做了一些这个这个BA啊 所以BA现在这个团队的这个对毕业的要求啊 也不像以前啊 实际上它在你要求你懂这个business的这个同时啊 你也要懂一些啊 像数据库啊 这个像seql啊啊 这些东西啊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看你的这个job description 那么如果它列的这些要求啊 你能够卖是大概百分之六七十的话 你就可以申请那个职位了 因为我们说啊 每一个团队啊 他都是想要一个这个全能的人才 如果你看甚至一个junior data analyst 他要求都很多啊 我们说当然作为企业来讲 他故人总想用最少的啊 我们说预算来找到最完美的人啊 但是这个很抱歉啊 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啊 这个工作当中啊不太可能啊 所以我们看这个job description的时候 我们大概match 60%到70%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申请这个职位啊 当然怎么样来准备简历啊 怎么样啊来这个match你的job description 我也有一些增提的这个讲座啊 包括我们的课程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啊 这个对大家的这个帮助啊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最后啊我们就来看啊 这个很多同学的一些啊 这个担心啊 这个就说现在啊 近几年AI啊出现 特别是最近啊 这个changgpt啊 这个出现能不能够影响啊 甚至是替代跟数据相关的这个工作啊 你看我这个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啊 当然我我从工作当中有很多的 一会儿我给大家介绍啊一些这个例子啊 那么我就是用了chat gpt啊 我输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AI chat gpt 会不会取代数据分析师的这个工作吗啊 你看他回答的也很也很中肯啊 实际上呢他说在某些方面 可以辅助和改进数据分析师的工作 但目前还不足以完全取代他们的角色啊 那么下面我就不再一一的这个给大家这个 这个读了啊 然后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去找一找啊 那么换句话说啊 目前的这个chat gpt啊 可以说如果在我们工作当中用到它的话 它是辅助的作用啊 如果再说的好听一点 它可能会让我们的工作有一点井上天花啊 但是它不是雪中送炭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不会啊 就是说我会了这个gpt啊 这个然后啊 这个这个这个gpt帮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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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的 我现在这个在团中的这个位置啊 这个职位它全部都能代替 这是办不到的啊 那么很多同学也听了一些这个讲座啊 自己也看了一些文章啊 那么也知道chat gpt 确实在有一些团队啊 当中啊 也用到了一些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那么啊 用的最多的啊 可能大概有这三个方面啊 用的最多啊 目前来讲 用chat gpt在工作当中 第一个啊 可能特别是对于我们华人来讲啊 就是哎 chat gpt可以帮助我们啊 这个写一些email啊 或者是summarize一下啊 我们的一些这个presentation啊 比方说啊 当然这个前提是我们得有若干点了啊 比方说我就我就试过这样的 我写了一个email 我说啊 你能帮我这个重新组织一下啊 那么马上啊 就帮你这个组织 当然啊 你会发现啊 他确确实实啊 可能在行文上啊 在语法上啊啊 可能确实是要比我们 因为我们毕竟 对吧这个但是 但是这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主要的工作还得我们自己来做啊 所以刚才我提到这是有的时候啊 而且有的时候如果你英文很好 如果用他的话 你会耽误很多时间啊 你得先写 然后再让他告诉你 然后你再结合一下 对不对 所以这是email啊 包括做一些presentation的一些这个准备 第二点的话呢 我们啊 有一些同学可能自己有体会啊 就是做工作的时候啊 可能我们会通过chat GPT 来帮我们 比方说来分析一下这个job description 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甚至可以让他帮我们来修改一些简历啊 这是可以做到的啊 这是可以做到的啊 那么第三个方面啊 第三个方面啊 第三个方面就是在工作当中啊 据我所知现在有一些用到的话 那可能就是帮我们写一些code啊 帮我们写一些code 但是啊我不知道其他的公司或者团队怎么样 但是在我们公司啊 这个大家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知道 就是范式涉及到AI的啊 包括云端的啊 这种特别是chat GPT这种东西啊 这个公司对他的这个security啊 就对他的安全性要求的特别高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公司很多的数据 现在还无法迁移到云端啊 因为你一迁移到云端 这个数据啊 就不说你公司的这个 当然你跟GCP也好 跟微软有很多协议啊 但是基本上就不说你这个公司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控制 对吧 你过去你的数据 我们说on-prem啊 实际上它是你公司自己有这个data center啊 你有这个physical server啊 你有DBA 你有加工师啊等等啊 啊来维护 所以你是有防火墙啊等等等等 那么你现在的话 所以你现在我们用啊 啊 GCP的话 我们公司啊 也有一个叫 这个BI的一个层面啊 也就是说 在用你的这个 这个GCP的这个 这个data hub 和啊 你这个自己团队的数据之间啊 你要有一个BI的这个层面啊 这个BI层面 你你所有的开发 都是在这个BI的层面啊 你不能直接啊 比方说 你这个access到这个GCP的很多这个东西 这是不可以的啊 所以这是它的安全性 那再回到我们这个chat GPT 我们公司最近啊 刚刚跟这个微软啊 这个合作 就是微软专门为我们公司打造了一个 就我们公司版的这个chat GPT 它专门有一个名字啊 但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公司版的这个chat GPT 为什么这么打造呢 它就有两点 第一点啊 就是我们在公司当中啊 使用我们公司版本的chat GPT 我们所有输入的啊 比方说我们查一些资料啊 或者是让它给我们做一些code 这些信息啊 是不作为啊 我们说那个chat GPT 它的training source 也就是说这些数据啊 这个chat GPT公司是不能拿到 他们那做这个training啊 所以这是很重要啊 另外的话呢 刚才我们提到 我们很多的这个 像这个数据啊 和code啊 在使用的时候呢 只是限于我们 自己版本的chat GPT啊 所以这是公司 从这个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考虑 所以大家呢 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 所以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啊 chat GPT啊 这个对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影响 而且换另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也没必要担心 因为我们总要去工作啊 生活总要继续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一旦啊 这个选择好了自己的方向以后啊 那我们该学什么学什么 该找工作就找工作啊 任何时候啊 任何困难的时候 我们总会有一些同学啊 能够啊 找到这个理想的工作啊 甚至可能还拿到这个 两三个这个offer啊 这都是可能的 当然跟我们的这个同学自己的努力啊 包括整个这个学习过程当中的付出啊 都是有关系的啊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啊 主要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啊 我们就看一看这个数据科学职场的这个发展趋势啊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啊 那么通过这个呢 我想传递给大家就是啊 如果大家这个在比方说大学刚毕业也好 或者是有其他的行业想转行做数据方面的工作的话啊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这个选择啊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同学啊 这个这个朋友们有哪些问题啊 我们有一个同学问啊 说做数据分析师啊 大学要是学什么专业啊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 也是很多在想做这个数据分析师啊 这个这样的朋友啊 他们一直很这个关注的一个这个问题啊 那么我可以这么告诉大家 从啊 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的啊 这个我们说这个这种这个培训啊 来帮助我们大家啊 来找这个数据方面的工作来讲 我们的学员啊 从我们的学员来讲 这个专业背景太这个丰富了啊 我们有这个啊 学文科的啊 比方说有学语言的啊 有学这个比方说有学英文的啊 我们还有学这个地理的啊 然后呢我们也有学这个哲学的啊 然后当然我们更多的一些啊 也有一些比方学啊 我们学这个这个数学啊 学统计 学工程啊 等等啊 这些都有啊 那么啊 我们刚才这个同学这个问到 就是大学要学什么专业 其实啊 这个专业啊 那你说啊 如果我学computer science 会不会有一些优势啊 肯定啊 在某些职位上啊 可能他会看中你这个这个 比方说computer science 或者是数学啊 但是呢 那你大家看这个 job 这个corruption的时候啊 大家都会发现 他说computer science 或者是啊 relevant experience 或者是相关的经验啊 那么也就是如果你是 其他的这个不是他要的 或者他理想的那个 专业这个背景的话 那你有相关的这个经验啊 那么你当然完全也没有问题 而最重要是看你的这个简历和面试啊 所以这是很很重要的啊 所以大学学什么专业啊 我觉得对数据啊 行业来讲啊 并不重要啊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选择方向以后啊 要学哪些的知识 要获取哪些的经验啊 然后你这个很好的准备你的简历啊 和你的面试啊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啊 我没有任何的IT背景啊 那么学习数据分析需要多长时间呢啊 没有背景啊 简历啊 怎么写呢啊 这也是很多同学对非常这个实际的问题啊 也是关心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我我到底能不能学啊 需要多长时间来学 学完了以后啊 我真的没有这方面经验 那我简历怎么来写 能不能啊 这个找到拿到面试的机会 或者是最终拿到这个offer啊 那么还是那句话啊 用数据说话的话 就是我们在过去这么多年的这个 学员当中啊 那刚才我上一个问题已经回答了啊 学什么专业的都有啊 我们也有这个大专毕业的 然后一直有啊 这个本科 我们还有硕士 我们甚至啊 这个有很多的博士生啊 那么他们学化学啊 学chemical啊 这个学这个药啊 那么他们在最后啊 工作不是很理想啊 那么最后 选择做数据分析啊 当然他们的啊 这个这个底子比较好啊 那么他们可能学的就会快一点啊 那么回到这个问题上啊 没有IT背景没有问题 学习数据分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如果大家还能想象到 我们刚才的那个数据架构 那个数据环境的话 对不对 因为你要做数据分析 你就要跟数据打交道 你要跟数据打交道 你要学学习 跟数据相关的一些啊 这个技能啊 和一些这个我们说啊 这个知识啊 比方说关系数据部啊 SQL啊 Table啊 Power BI啊 甚至如果有些团队啊 这个有一些SaaS啊 对不对 包括BI的一些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从我的经验来讲呢 基本上啊 看你是啊 这个全职学习 还是兼职学习啊 如果你要是全职学习的话啊 我个人觉得啊 大概两到三个月啊 就可以啊 如果你兼职的话呢 当然这个也是因人啊 绝对没有绝对的这个这个这个事件 原来我讲过啊 原来我曾经讲过 给大家画过一个这个 就是进度图啊 那有些人比方全职的话 大概什么情况 大概你学到中下段的 这样的时候 你就可以并行的啊 准备这个简历啊 准备面试啊 那我们有的同学 最快的话 学习一个月不到啊 这个因为机会来了嘛 天时地利人和 对不对 那他就拿到offer了 对不对 这次都有的啊 所以这是 当然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情况啊 那么 所以我个人的这个这个经验啊 那么大概你需要两到三个月啊 甚至四个月 从我以往的这个培训的学员的经验 包括我个人的经验 我也不希望大家拖的太长啊 因为我们有些学员可能 我能理解有时候做兼职啊 可能这个平常白天上班啊 可能晚上花一些时间 周末花一些时间 那很显然 当然你你就要学的时间 稍微长一点啊 因为有些的知识啊 你学了一遍以后啊 你可能还会有一些啊 这个不太理解 或者是一些不太清晰的地方 你可能回过头来 还需要这个深入的来学习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当然也是跟 刚才的我们说那个背景 如果你要是数学啊 统计啊 工程啊 可能相对来讲啊 这个入门要这个快一些啊 那么没有背景 简历怎么写呢 这个就是困惑我们很多 这个同学的地方 也是对我们同学的一些挑战 所以我们啊 这个斯坦福IT呢 也是推出了一个 叫这个企业级的项目啊 就是project啊 这个企业级的项目的话 我们是从这个真实的啊 这个企业级的一个项目 我们给这个call center啊 来做这么样的一个这个 这个数据的整个的啊 从业务需求开始到数据的架构 数据的准备到数据的可视化啊 整个端到端的这么样的一个 这个企业级的这个项目 我们就是project 那么这个project的话呢 你可以这个不仅仅把我们的这个 把你的这个所谓的知识的这个碎片啊 把它这个融合到一起 更重要的就是说你不仅了解了 数据的流程啊 就刚才我讲的一个图啊 数据的流程 你要知道啊 面试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团队数据是从哪来的啊 到你这怎么处理啊 下游怎么要用这个数据啊 甚至你就是中下游 你还你整理完数据以后 你还要用这个数据对不对啊 那么同时你还要了解业务流程 就是这个business flow啊 这是很重要啊 那business flow的话呢 那么我们很多同学刚才提到 那我大学更毕业或者是我转行原来做制造业的 那现在我要做数据了啊 那怎么样有这个简历啊 怎么样写写写这些经验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说这个项目就完全填补了你这样的一个这个空白啊 啊而且我们这个项目呢也是采用这个agile这个methodology这种敏捷的开发的这个模式啊 很多同学在找工作的时候看那个job description啊 有很多的job description他都要求啊 你有这个这个agile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经验啊 agile啊我也有一个专题的讲座啊 大家也可以到youtube啊 我们免费的就是说你可以找这个David Chen啊 agile啊我专门做了一集的这个详细的这个讲座啊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啊 实际上刚才我提到了第一 你了解了数据的流程啊 第二你了解了业务的流程啊 第三你学会了这个与团队的沟通和合作啊 以及啊一些你工作当中需要的这个软技能 比方说你这个怎么样跟同事沟通啊 你怎么样要clarify一个这个question啊 你怎么样要做presentation啊等等 这些东西就是等于说全方会的武装里啊 那么这样的话你把它写到你的简历当中啊 当然再结合你自己的一些经验啊 结合你学习到的一些数据的方面的这个知识啊 你把它适当的我们说恰当的啊 柔和进去啊这就没有问题了啊 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啊 我们看看第三个问题啊 老师做数据分析师工作压力大吗 是不是要求英语非常好 那么压力大不大的话 这个怎么来讲啊 这个也看团队啊也看团队 但是总体上来讲啊总体上来讲啊 啊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因为虽然我们是在业务部门啊 但是呢我们更多的工作啊 是跟数据打交道啊 那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工作呢 会多一些啊 如果比方说我们啊这个这个在在技术开发的过程当中啊 比如说你在架构一个database也好 或者你在做一些数据的整合也好啊 你有哪些业务方面的不清楚啊 那你有BA啊 你有business consultant啊 你有这个project manager啊 你都可以来进行这个这个沟通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压力呢 怎么来讲 跟我们过去同学来聊聊的时候呢 基本上啊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压力啊 那当然对我个人来讲是没有什么压力 如果说有压力的话啊 如果说有压力的话 那也是自己的压力啊 比方说我最近啊 就在这个啊 帮助团队架构一个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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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的datet pipeline啊 那么我们这块的环境呢 是这个这个oracle啊 那么对方的环境呢 是snoflake 而且这个snoflake呢 它不是由我们公司 它是第三方的这个公司 我们刚把这个公司买过来啊 那实际上我们用传统的啊 在我们课当中 原来我讲过这个SSIS 用SSIS啊 可以很容易的啊 比方说我们先建一个odbc啊 然后这个这个connector 就是用odbc来连接snoflake 然后我们在SSIS这块啊 我们built的一个package啊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odbc啊 一端连接snoflake 一端连接到这个oracle 就搭了一个桥梁 就可以把数据拽过来啊 但是现在我们的团队呢 不想用这个SS package啊 它只想用这个一个batch file啊 这个就是把它抓过来 所以现在我倒是不是压力 倒是觉得很有挑战啊 所以我这两天正在做这份呢 这个research 现在odbc我也建了 然后呢 用power cell啊 写在一个batch file里头啊 来抓取它 也抓取成功了 但是呢 这个成功啊 我比方说我运行了20次啊 它可能就成功了两次啊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snoflake那边数据太大啊 抓过来啊 就是比较这个timeout啊 所以我现在正在search啊 正在fing out 到底是通过加一个什么命令 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啊 所以是这个压力啊 大是看怎么来看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啊 你只要掌握了这些数据技能啊 应该说没什么压力啊 那么是不是要求英语非常好 那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是工作在业务部门 但是我们主要是跟数据打交道 我们偏技术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数据分析师 或者是第三级的这个好处 我们既在业务部门 但是我们又干着一些技术方面的这个活啊 所以英语啊 当然你好 那可能你有一个benefit 对吧 可能你平常开会啊 沟通啊对不对 可能会显得很轻松啊 跟这个这个这个 这肯定会对你有意思 但是你说我英语不好的话啊 对于工作来讲 没什么影响啊 我觉得没什么影响啊 当然你这个英语不是非常好啊 那我们说一般啊 也就是说你我们在这边 这个我们念过大学 我们到这边又学了一些语言啊 这个语言啊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这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嗯 我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嗯 嗯 嗯 那么有问题大家可以通过这个chat 我今天我不知道这个zoom啊 可能好像 对大家好像 是不是mute 还是说对 下次我们可以把这个叫什么的翻开啊 啊 这个大家可以直接这个讲话也可以啊 好歹我没有同学问问题啊 啊 老师啊 能不能介绍一下啊 这个薪酬的情况啊 比方说呃 呃 呃 intermediate到senior的这个职位啊 啊 数据分析啊 需要掌握云技术吗 嗯 啊 这个问题也很好啊 我简单的来说一下吧 啊 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呃 这个斯坦福IT呢 我们是在加拿大啊 但是我们是一个这个online 就是我们整个是面向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全世界的啊 这个不夸张的讲我们的学员确实是 啊 这个当然主要遍布在北美啊 啊 这个加拿大和美国啊 啊 然后呢我们有澳大利亚的 有新西兰的 有日本的 有这个法国的 有这个啊 我想想 呃 我们还有一个泰国的啊 我们有 我们有从香港地区来的 我们还有中国大陆的啊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 我只能是这个说我们加拿大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新知的一个这个情况啊 那么中年的话呢 当然也根据这个团队啊 我这块一定要解释清楚啊 就是这个中年和英特米迪啊 英特米迪和新年 他每一个公司他都有一个overline啊 啊就是说因为如果你这个中年啊 你在这公司每年你可能会要涨涨涨啊 你随着你的工作连线啊 有可能你你甚至比那一开始的那个 英特米迪可能还还还多或者差不多啊 他们他因为有一个overline对不对 那么大概这个中年啊 大概啊 这个五万到这个 呃 六万五或者是到七万啊 啊这样 这是中年啊 那么英特米迪的话呢 大概就是呃 六万五到 我们说怎么来讲啊 这个大家如果呃 也可以去这个网上收啊 那么从我工作的这个呃 前后几个公司来讲的话 那英特米迪大概六万五到八万五左右啊 啊那么四年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大概这个八万五到这个十一万啊 啊这个这个都有啊 如果你要是这个啊 这是数据分析师啊 如果你要是啊 这个这个Data Scientist的话呢 你可能如果到这个Data Scientist 你可能真的会更多一些啊 所以这是大概的这样的一个 薪资分配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当然每个公司啊 这个呃 这个呃 待遇不一样啊 那么呃 有一些这个公司可能会高 有一些可能会低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数据分析需不需要掌握云技术啊 呃我刚才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 给大家看那个架构的时候也提到了啊 那么呃 很多的公司的这个团队 他现在呢 也把一部分数据啊 因为毕竟云啊 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这个这个趋势啊 所以也把一部分数据 从我们说on-prem啊 就是这种啊 啊这个local的啊 这个本地的这些数据data center啊 比方说你的这个server啊 把它迁移到云啊 那么作为我们数据分析师啊 甚至你data engineer 你需不需要云技术呢啊 其实你只要啊 了解啊一定的这个一部分的这个知识就可以了 比方说啊 啊我们到时候可能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像bigquery啊或者是一些啊 云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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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啊 目前来讲啊 我觉得啊啊 呃如果在你工作当中你设计到了云技术啊 这个云技术他刚才我们说了吗 像我们公司他都是在啊这个data architecture啊 和你们这个公司的IT整个的架构情况下 你在他他会给你提供很多模板啊 所以呢你无需啊自己觉得要学很多的这个啊 云的这个知识啊 而且刚才我提到你比方说像GCP里的bigquery啊 你同样可以用啊传统的这种sicle啊 包括procedure啊这些去写啊 join的等等等等 优练的这些东西啊 包括你像微软的这个云啊 这个adler啊 你完全都可以啊这个用这些这个技术啊 而且我再解释一下啊 这个云呢啊 有一些公司他在这个麦克里道云的这个时候呢 啊他是分阶段的啊 有的时候啊他第一阶段 他是把本地的啊 就on-premium的一些survey啊 比方说原来有是sicle server啊 或者是oracle啊 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 就macrosoft secret server 他把本地的这个sicle server啊 直接就搬到这个这个云端啊 他等于在云端可以安装microsoft secret server 所以你还是用这种sicle server的东西 就相当于在本地一样 只不过他的环境啊 变成了这个云端啊 那么当然啊 这个再回到我们这个问题 需不需要掌握云技术 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目前来讲你在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啊 你可以不需要啊 那么当然随着你工作慢慢的这个这个增加啊 你了解一些啊 我们这课程这个学校也会陆续的给大家介绍一些 这个云的这个技术啊 而且呢啊这个刚才我提到云的这个技术啊 如果像IT部门把这个数据啊 你们公司数据放到这个云端了以后 你只是一个使用者啊 所谓的使用者就是你比方我还以GCP为例啊 你用那个GCP的那个那个那个界面啊 然后你获得了这个权限啊 然后你到哪一个这个project下面 然后你就点那个table了 对吧 你就可以直接你写select的语句 你就可以了 所以无需啊 大家不用担心啊 要过多的啊 目前这个情况下要怎么来学 当然你有时间啊 我不反对啊 你可以学习一些掌握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技术啊 甚至跟你讲了有时间你可以考一些这个表象 像GCP啊一些证书啊等等啊 我是今年还是去年啊 考了这两个这个证书啊 这个这个已经这个考下来啊 但是呢工作当中仍然是以传统的这种on-premium为主啊 那么云端啊只是刚刚起步啊 这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 嗯 还有问题吗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哈 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这个就是聊了一下啊 数据科学职场的这个发展前景啊 当然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提到啊 这个话题呢实际上很大啊 那么我们把它落实到这个实处啊 我们让它更接地气的话呢 就是以我的工作经验啊 和我对这个数据里面工作的这个了解啊 给大家这个来介绍了或者分享了啊 这样的一些不同方面的这个内容啊 希望对大家呢 对于你们选择未来的一个职业方向啊 或者转行的这个一个职业方向啊 啊能够起到一个这个帮助的作用啊 啊好非常感谢大家 那我们也期待啊下一次好 我们来和大家来讨论这个不同的话题 好吧嗯再见